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这是美国商业电视台 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 就是从这来的 他是原来这里的 这个host 主持人 半个小时之前 他发出的消息 说这个 川普跟习近平将在三月底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美国佛罗里达海湖庄园 再次见面 那作为换取的条件呢 大概就是 换取的条件是 中国答应购买 一万两千亿的美国产品 没说时间限制 然后另外一个条件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有关结构性改革 偷抢骗的问题 中共偷抢骗的问题 没有任何实质性增长 没有任何实质性承诺 实质性改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以断定川普输了 在我眼睛里是川普输了 川普输了一万两千亿的说法 这不是新的 这是在12月1号就已经出现的 去年12月1号 他已经承诺过一万两千亿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炒冷发 结构性改变 说明触及到中共政权本身的 一个生存的问题 所以他绝不能承诺 那如果结构性改变 没有承诺 没有结果的话 那贸易谈判 就是川普展开的贸易战 就失败了 如果他不去加码的话 就失败了 单纯一万两千亿购买美国产品 美国没有那么多的产品 供他购买 美国没有那么多的东西 供中国这么购买 如果去封掉 有关高科技产品相关的产品 技术的话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讲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在我眼睛里我们看到 几乎这就变成了不可能 不可能 川普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这个消息最后落实 是真的 川普为什么这么做 出于国内的压力也好 出于经济本身的压力也好 因为在整个我个人看他的电 看这部分内容的时候 他几乎所有金融专家 和华尔街的人 把他都称 现在中国 现在世界经济出现缓慢 世界经济出现衰退出现缓慢 那原因跟贸易战有直接关系 那也就像习近平 川普想保持在某一个程度的压力之下的 持续的贸易战 如果他延缓最后期限的话 是延缓 关税利率上涨到25% 并没有撤销关税 所以那关税的就是 每个月的 他的关税的收益本身 依然还存在 但是呢 对中共的打击力度呢 中共有能力去抗衡 10%的贸易关税 那从这点上说 当然川普依然还持 持于胜面 但从另外一点上 很显然习近平要的是时间 非常显然习近平再次要时间 在对等的背景之下 你可以看到 华为的全力以赴的冲击 就是华为本身在欧洲市场 在欧洲市场 全力以赴的去对抗美国 而这一份的对抗 却来自于中共政权的 最强有力的支持 基本上就 如果这个结果出现的话 基本就是12月1号的翻版 12月1号的翻版 习近平用关税的方式 来满足川普的要求 买来时间 来促使华为 来竭尽全力 让华为最大可能的 占据他的技术上的制高点 而习近平有多大的可能 拿到这种技术上的高点 从而在一定范围内 达到他的这个临界点 我相信在他眼睛里 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时间 如果不是可以控制的时间 他不会做出这种让步 这样的牺牲的本身 来为华为争取时间 这是第二 第三 他现在的这个DL 如果拿到的话 就是说 只要川普不去 只要川普延长 最后期限 不把关税增长到25% 25%的话 习近平就赢了 给了习近平最大的借口 就是在两会上 他是一个胜利者 这是习近平真正争取的内容 所以我说是川普输了 习近平赢了 至于到了峰会后面 到了后面的峰会 再怎么谈 那是另外一回事 习近平要解决的 是两会前的 对他的巨大压力 川西峰会 下次川西峰会 三月底 那而中国承诺呢 购买一万两千亿的美国产品 这个没有任何其他改变 这是CNBC刚才从白宫发出来的消息 这是他在现场的记者 那会见地点呢 在海湖庄园 海湖庄园 所以很显然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应该是两会之后 两会之后 美国跟中国正在商量 在川西峰会 最后的川西峰会 在这个海湖庄园 那根据熟悉会谈的一个 熟悉会谈的消息来源 另外呢 就是购买一万两千吨产品 购买一万两千吨产品 但是有关知识产权 有关强迫转让技术跟知识产权 双方的分歧依然巨大 保持着巨大分歧 没有任何解决 会面的地点在海湖庄园 会面地点在海湖庄园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基本上他梗盖出来的内容就是这些 这是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发出来的消息 半个小时之前刚刚更新 现在在进行谈判 这是他讲的进行的谈判 那目前能够谈到的就是 目前能够谈到的主要的目标 就是在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变 结构性改变 这是在贸易谈判中必须坚持的 那这段引述的是白宫在这个星期 在谈判前开始前的声明中提到的 声明中提到 所以这些都是旧的了 我们刚才谈到那是新的内容 那美国贸易代表作为主谈官 他主要的就是强迫中国能够接受 真正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一会儿川普应该见刘鹤 看起来应该是同样的时间 要晚十四点半很可能 那而这个刘鹤呢获得 刘鹤是作为习近平的特使 意味着他有全权权利来直接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 我觉得真正的全权权利就是说 他要拿出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看到的消息是刘鹤拿到了一个结果 拿到了一个结果 所以他的结果应该是迫使川普放弃这个最后期限 这就是他的生命 川普跟习近平 有可能在川普跟习近平 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是在这个 12月1号的谈判背景之下出现 这都是内容了 都无所谓了 谈判之下出现那两个最大经济体展开了贸易战 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都有了 包括市场供应都有了一些 这都是老生常谈的内容 我个人觉得无所谓了 然后就谈到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从中国进口2000亿产品 按照时间的规定 3月2号从10%增长到25% 它的底线在3月2号 如果达成协议的话 而川普早说曾经说过 这个日子不是一个magic的day 就是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所以有可能会改变 那如果他改变川普就输了 川普就输了 基本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了 就跟大家报一个更新最新消息 如果发生了就这么发生了 那现在看在这个时间是下午两点钟 他大概一点多传出的消息 跟我们刚才那个消息 基本对等的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刘鹤在 可以想象出刘鹤竭尽全力 要让川普改变最后期限 只要一改变就成功了 一万两千亿不是任何新的 他也不做任何承诺 这就是他这次要来的任务 刘鹤的这次要谈的任务 下面再谈什么都下班 因为他不会承诺 不会答应 而争取时间给华为 华为竭尽全力 在世界范围内抗击美国的力量 那就看川普最后上不上当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